大家好,我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中,施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些花有的人不喜欢去买一些化肥无机肥来使用 比较喜欢用一些自己制作的有机肥水 那么我们在家庭有三样宝贝可以组成花卉所需要的蛋磷甲元素 可以促进植株的生长 那么这三样宝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黄豆 黄豆的含氮量非常的高 腐熟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先将黄豆把它煮熟 然后我们再将它装进这个树面瓶里面加上清水 再在里面加上红糖还有EM原路 因为黄豆水它腐熟需要一段的时间 而且腐熟之后有非常难闻的异味 那么加上红糖和EM原路不能仅可以加快腐熟速度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减轻这个异味 因为黄豆是非常臭的 加上EM原路的话它这里面的异味能够大大的减少 基本上的话我们使用后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味道 第二个就是骨头 那么骨头加你的鸡骨鸭骨鱼骨猪骨都可以 那么我们首先一定要先去除掉骨头里面的盐分 先把它用清水煮一遍过一遍水 然后再把晾干之后放到微波炉 把它烤焦脆 然后把它砸成粉末可以泡水 也可以直接买在盆土里面 它是一种高磷肥 而且还含有适当的钙质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触花 促进蜘蛛根系生长的效果 最后一个宝贝就是香蕉皮 香蕉皮它含的甲含量非常的高 那么使用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非常简单把它减碎 放在塑料品里面加上清水 然后再放上叶米原路和红糖来复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基本上完全没有异味的 而且还会带有一点果香味 如果是在植物的旺盛生长期 我们用肥主要是以蛋甲肥为主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黄豆加上香蕉皮 来制作成高蛋甲有机肥 如果是在花期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香蕉皮加骨头 制作成高磷甲肥 这样的话呢 可以起到很好的触花效果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